我们现在翻开圣经到诗篇145篇 父神我们感谢祢 为了祢的荣耀祢的同在 我们感谢祢的领导 我们感谢祢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国家所行的歧视 祢所预备的 祢所计划的 为了我们的国家 还有为了列国 我们来感谢祢 福人令我们 求祢来触摸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现在要来给你们谈谈 关于神在我们国家 所做的事情 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怒气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在兴起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怒气的膨胀 我要让你们 从一个圣经的角度来看 来明白在发生什么事情 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回应 那我现在要先让你看到一个大图片 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好消息 这个大图片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个大图片里面呢 我们才可以看见 在每一年一年的时间里面 在每个不同的国家里面 看见神在做的细节 那神的计划是要来荣耀他的教会 预备好他的教会 在他回来的时候 他要来迎取的是一个预备好的教会 不单只是天上的教会 一个复活的教会 他在这里所说的就是 耶稣他回来的那一个世代 在地上的教会 将会是一个成熟的心腹 那现在我们看见教会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可是我们知道神还有一个计划 神他会使用我们 他会让我们参与在他的计划当中 大卫他说了这一个非常荣耀的宣告 关乎到神他的心 他的大图片 他这个伟大的计划 神他喜爱他的百姓 在诗篇149篇里面说到的 他喜爱享受他的百姓 不但如此 他也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他就是要来按着这些人 他们的谦卑的回应 来使他们成为总美 所以在这里神把谦卑和荣美连结在一起 所以这一位大卫 他在一生的日子 赞扬神荣美的这样的一位人 他成为这一个可以看见 可以明了神 喜悦人的心 还有神要使人荣美 这样的一个计划 彼得他 在这一方面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 在彼得前书三章四节 他告诉我们 当我们的回应是借着 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 特别是在被误会 在这个苦读的文化当中 当我们的回应是以温柔谦卑的时候 神他看见 在我们里面那个是长久温柔 是那不会朽坏的荣美 不但只看见现在 而且他看见我们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谦卑的荣美 会持续进到永恒里面去 不是 不只是从复活的时候开始 这乃是从现在 他就看诊在我们里面的谦卑 那这个谦卑温柔呢 你可以说是谦卑 也可以说是温柔 那通常呢 这个谦卑温柔 他这个字呢 在不同的翻译版本里面呢 都是可以替换着用的 有些版本 他会说到 他看见那不朽坏的荣美 就是当人在谦卑当中来行的时候 这是神他所要做的 这是隐藏的 藏在里面的 所以换句话说 其他人也许看不见 其他人也许不会觉得那是很宝贵 可是神他却看为极宝贵 当我们也看见 神所看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与神 他这一个时刻所要做的事情来对齐 我们想到说 在这时刻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想到的话 就是要让美国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其实这不是这一时刻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乃是神 他要使他的教会荣美 神他有一个 比我们人所要做的事情 更大的一个目的 很多时候我们连接脱离了神的目的 我们被卷入了 在这个文化里面 无论是左边右边的这种不同的潮流 我们现在呢 看见有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国家 当我们 我们有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可以来解决的 无论你所投票的是哪一个总统 我们面对的问题 仍然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或一个政治和中派可以来解决 这种主耶稣可以来解决 真的吗 有些人觉得说 看见教会他的回应 他们好像就是很确定说 他们所拣选的这个 总统还有这个总统的这个 政治 政治中派可以来帮助 所以他们的回应就走偏了 那当然我相信 当他们有这样子的 先选的这个领袖 是按照圣经的教导 可是我要看见的就是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必须要来连接与神 他自己 这里有一个新的 我们国家现在正在面对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需要很警醒 我们需要清楚的来看见 这个问题呢 是什么 这个普遍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过去的这12个月里面 我们所清楚看见的就是 愤怒 还有这个言语上的恶毒 是从所未有的另外一个领域里面 那这样子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呢 在2016年 在我们要选总统的这个过程里面 甚至在他们增进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两方面都带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增进 还有敌对 他们是这样子的 在里面的增进 还有在外面的增进 甚至我们看见 在媒体上也兴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带下许多苦毒的言语 增进的言语 而且从媒体里面渗透进去的家庭 渗透了进入 渗透进入了工作职场 甚至是到学校里面 可是我要告诉你 在神国里面没有一个新的文化 虽然在文化里面有一个新的趋势 而你不允许这样子的愤怒 一个纷争 厌恶来渗透到你里面 如果你不去抵挡他 你就会去迎接他 你就会去欢迎他 所以我要清楚的 温柔的来鼓励你们 神国的文化 是完全的 以现在我们看见这世界的文化 是完全相反的 神说 我不喜悦 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愤怒的灵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说话的形式 所以我们也要来抵挡 现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文化 我们身为一个树林家庭 我们来抵挡这样子的文化 我们要的是天国的文化 是谦卑温柔的 但我们 即使我们是被误解 我们被恶待 我们也虽然要 把我们的这个相信的信仰 清楚的说出来 可是我们里面 是要是温柔 要谦卑 甚至对那跟我们不合一的 不认同我们的 我们仍然也是要爱他们 那这样的一个 社会的这个新的文化 是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来逃避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 愤怒的文化 带下来的影响 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人 他们其实并没有是 参与在这样子的 一个争论里面 一个辩论里面 可是真的发生什么的事情 这些只是坐在那里 在观看的 他们有别的事情要做 他们呢 却因着在这个国家里面 所发生这样子的增进 他们所听见的 他们里面就开始 召集起来 开始就被影响了 带下了一个 不耐烦 也清楚地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越来越增长 所以当人 他担心 他害怕 他不耐烦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出 许多的错误的决定 当我们害怕 当我们担心 甚至我们的孩子 他们也会 做错误的决定 这样子的一个 言语上的恶毒 透过媒体 无论是 左派还是右派 每一个人 在这个文化里面 都被污染了 甚至有一些 好像感觉就是 听起来比较 有理 可是他里面 却是同样的灵 就是愤怒的灵 一个增进的灵 我们这个国家 一个很有名的 这样子的一句话 他们带出来的 很多时候 就是来肯定 来允许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一个愤怒的文化 在脸书同样的 这些人 他们也在表达 他们表达的方式 也是一样很丑陋 充满了愤恨 滑解了友谊 而且呢 也是有朋友 跟朋友之间的友谊 就断绝了 甚至家庭也是 就因此的纷争 他们不论是 要谈论到这样子的一个 政治哪一个领袖的时候 他们里面 就会有很多的愤怒 那神有一个解答 有一个答案 就是神的国度 还有神的百姓 在世界各地 同样的就是彰显出 在这样子的一个愤怒的文化里面 带出温柔谦卑 当这个黑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神百姓所彰显出来的光 他所带出来的 谦卑温柔就会更清楚 更明显 我所讲的这个温柔谦卑是诚恳的 不只是外表所呈现 而是真实的诚恳的 就会像一个大光照耀出来 亲爱的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机会 让教会在这时刻 能够发出光来 让教会能够去操练 能够去运行 这就像是一个训练一样 也许会有在一个十年这样的机会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 培训的机会里面 当这个世界 他们专注在于各种的事情 可是神看见我们的时候 祂是在训练我们 因为知道将来的日子 会更加的压力会更大 如果我们不能够现在 让心里柔和谦卑 我们将来进入到 那将来的十年 将来的二十年更严重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去活出 这样的人柔谦卑呢 耶利米说 如果你不能够用脚来奔跑 你怎么来跟着马 一起来奔跑呢 跟这个困难 像马的这个速度一样进行的时候 我们就追不上了 所以现在不是我们坐在那里 慢慢的那边游行 现在这个时刻 是让我们能够发出光来 因为黑暗会越来越黑暗 所以我们的光要越来越明亮 所以这个时刻就是让我们能够来操练 我们灵里面的这个操练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属灵家庭的文化 要现在就设立好 我所谓讲的这个操练呢 而不是说只是做一做就算 而是我们很刻意的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我们怎么去用神国的言语 来说话来对话 有些人在外面跟在家里是不一样 在外面很谨慎 回到家里就放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谨慎的心 其实在家里是很重要 在家庭里面有这样家庭的文化 我们带领家人 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妻子 是要同样的这样子温柔谦卑 所以要让神的光能够在 神国的家庭里面造出来 那我们在现在所操练的是 将来我们很需要的 那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这样子的 这个是我们的国家 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是非常的复杂 如果我们看见它是何等的复杂 只是要让你看一看 给你一些总结式的来看一看 当你能够了解它的复杂 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了解 这些人 他为什么会跟我们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太单纯 你想说我们是对的 他们是错的 他们是异端 居然很简单很清楚 可是 当我们可以真的来明白 这当中有很多 有很多层面的 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这一组是对的 那一组是错的 不只是这么简单 那同时呢 这个左派右派 他们都有各自对的地方 和各自错的地方 没有任何一方 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 就了解它其实很复杂 所以我们这里呢 美国很清楚的有 左派和右派 那这是在 我们非常清楚的 这样子的分割两派 那其实呢 它比这个左派右派 还更复杂 因为呢 当中 在这左派右派当中 都有很坚强的信徒 而且呢 在两边的信徒里 都有各自 所妥协的地方 因为当你是 左派的右信徒 你在看右派的信徒 你会看见 对方都有妥协的地方 所以呢 这当中我们就看见 它越来越复杂 而且在左派跟右派 都有贫穷的 也有那有需要的 还有那个 有能力的 有权威的 那甚至更复杂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也有 中种族 不同的种族 在双方都有白人 双方都有黑人 甚至双方 你会发现 左方的跟右方的 白人 他们彼此的不合音 那可现在 我们过去看见的 可能是黑人 跟白人之间的敌对 可是现在我们看见 是白人 白人之间不合 敌对 黑人跟黑人之间不合 那甚至看见这个 两方的 都有的人 他们彼此之间都不合 所以亲爱的 这个比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更复杂 不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答案 就能够解决的 那当然当中 也有一些 类似的地方 双方都有 信徒是很清楚的 很坚强的 圣经教导 同样 因为他们 都有自己所坚持的 他们也有部分 是错误的 是妥协的 双方 他们都说 他们是为了 这个正义和怜悯 双方都说 他们自己是坚持的 是更高的 道德 双方都在控告 对方 他们是说谎的 他们是厌恶人的 双方也在刻意的 来扭曲对方所说的话 让他们来扭曲 而且来藐视 对方所坚持的 学者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非常的复杂 双方 双方虽然都很 就是他们当中 虽然支持 可是同时 却也是抵挡 所以让很多人 就陷入在这样的 一个漩涡里面 而且呢 这带出很多的 愤怒在里面 很多的苦度 所以这样子的问题 不会是很短 很容易的来解决 这些问题 不会因着 人 因着这个 政治家的 技巧来解决的问题 神 他要兴起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兴起一个成熟的教会 神知道他要做什么 神要把他的手 放在这当中 而且他要来抵挡 撒旦在这当中 所做的事情 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 文化里面 一个社会里面 神要兴起一个 与他立约的百姓 在整个国家里面 让这一群人 能够知道 怎么样的来回应 而且能够在谦卑温柔 里面来回应 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当中 我们甚至看见 更多的 包括移民的问题 种族歧视的问题 甚至是同性恋的问题 还有宗教自由的问题 甚至是 妇女的成权力 可是对有一些人来说 妇女的权力 也包括了堕胎 那这个当中所说的就是 我们要活在 我们要活在这个 淫乱里面 却不愿意来面对 这个问题 甚至我们这些妇女说 我们要有这个男生的 这个自由 我们也要有这个男生的 这个自由 包括堕胎 这双方都有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在里面 他们甚至称之为健康 为这个女生该有的权力 我们看见这当中 带下许多的混乱 混杂在里面 因为这当中 包括真理跟非真理 甚至包括了 也还有这样子的经济问题 还有工作问题 甚至是以色列 整个 怎么样牵扯到 以色列的这个事情 也在双方里面 有很关键的 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所以在这里面呢 带下了很多的苦毒 跟很多的冒犯 所以我们现在 回到我们的讲义上来看 那这个问题的解答 是在于一个人的领导能力 就是那一位 最荣美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位 能够解决这问题的 这一位人耶稣 他尾身 而且他在谦卑温柔里面 来行事 马太福音是一章 唯一一个 就是看见了这样子的美德 耶稣他 虽然他拥有所有的美德 可是我有一个 他是亲自亲口来承认 来强调他有的 就是他的心理柔和谦卑 马太福音11章29节 他并没有说 他在里面有说我是爱 他没有亲口说 我有智慧 他是 他是有智慧 他也是智慧 可是有一次 他说我是 他说到这里 就是说我 心里手和谦卑 他说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他是亲爱的 我非常的喜爱你们 大卫这里说的神 喜爱我们 所以我要来以谦卑 来成为你的装饰 当你来赴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的时候 不只是说神 让你赦免他们的罪 这个说到赴我的恶 不但只是求神来赦免 当然这个很容易 我也很喜欢这样做 我也喜悦被饶恕 可是当他这里说到 赴我的恶的时候 我们看见 他有一个恶 然后我也把我的脖子 放在他那个恶那边 跟他一同的行在 这样的一个谦卑里面 让我们自己附上 这样的一个恶 学习他的柔和谦卑 他说学我的样式 我愿意来教导你 愿意教你怎么样的 与你的太太 与你的丈夫说话 与你的孩子说话 在任何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都可以来教导你 怎么对你的孩子说话 甚至对你的邻居说话 甚至那个抵挡你的 那伤害你的 我会教导你 来如何对待他们 犹大在这个 出卖耶稣的时候 用一个亲吻来出卖耶稣 耶稣却从他的口中 说我的朋友 但是谁会对这样一个 出卖他的人 说这么温柔的话呢 耶稣他就是心里 柔和谦卑 他说我的心 是谦卑的 是柔和的 那至高者 他的心却是柔和谦卑的 然后他接下来 在生死结束这样说 他说我的恶是容易的 听起来好像是 父我的恶 学习谦卑是很难的 可是耶稣却说 我的恶是容易的 因为你所要做的 就是你把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你完全不需要自己去背负 所以如果你要确定 按照你自己的方法 是一定要 才会对的时候 这就会是很困难 是个很困难的一生 你里面会有苦度 会埋怨 可是当你负我的恶 你的心就能够在整个过程里面 是完全的放松 交托 你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大图片吗 你看见我的目的吗 你相信我的时间吗 你相信我的做法吗 当你负上我的恶的时候 就会很大的一个沉重 一个重担 从你身上被提起来 交到神那里去 很多人很害怕 因为他以为说 当你谦卑说 你就会失败 虽然你会是 你会在一个真境里面 你会失败 可是你却可以赢得他们的心 你可以赢得别人的心 他在这里说 你要学我的样式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 要劝见你们 要定义 要从耶稣身上来学习 我要怎么说话 我要怎么对我的邻居说话 我要怎么对信徒说话 怎么对非信徒说话 里面是 那对那些很生气很愤怒的人 我要怎么对他说 我是要以愤怒来对待愤怒吗 我是否可以 带着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却里面是谦卑柔和 对我来说 这是很挑战 我觉得一点也不容易 可是 可是就是这个过程里面 要跟上他的脚步 这样子的谦卑温柔不容易 可是 可是却是像神所说的 他的恶是容易的 我们来看讲一项的C点 这个诗篇是一个讲到神荣美的一个诗篇 非常伟大的一个诗篇 诗篇45篇第二节 这是关乎到弥赛亚的诗篇 这也是在乎到耶稣再来的经文 是讲到耶稣那一位荣耀 那一位新郎神 他再来的时候 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所写的 关乎的一个诗篇 这里说到 你比世人更美 比任何一个在地上行走的人 没有一个人 比你更美 或者是像你一样 以赛亚书33章那里说到 你的眼会亲眼看见神的荣美 以赛亚书4章2章也说 在那一阵弥赛亚 就是神的知子 将会显明在他的荣耀里面 以赛亚书28章5章也说 在那一日 神优化的荣美 诗篇45篇同样 在同样宣告神的荣美 你看看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 他说到神的荣美 是透过他口里满有恩典 满有恩惠 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可是我要告诉你 你能够连结上这个 你口中的恩惠 所以你要定义说 我在我的话语上 也要成长在充满了神的恩惠 这是一个清楚在形容神荣美的经文 说到他嘴里满有恩惠 不只是在公开场合 不只是在讲台上 我讲到就是你在私底下 你的生活里面 怎么对你的太太 对你的孩子说话 甚至是对 在别人谈论 关于你的领袖 关于你的老板 你是怎么说 甚至关乎你的国家领袖 你的口中所说出来的 是否有这样子的恩惠呢 当我看在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想说 哇 像雅各 雅各所说的 你赐给他 这样子谦卑的人 当你在雅各书里面说到 当你可以乐着你的口的时候 这个所谓 这所带下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然后在四篇四十五篇这里呢 继续说到 说到大能者呀 愿你腰间佩戴 在这里形容就是耶稣他回来的时候 他要在地上行走 而且要走向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四篇二十五篇 是会全地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命定 耶稣他在第三节 他要挪去所有一切的仇敌 他腰间佩戴 所以把这些所有的邪恶的权势 完全的毁灭 然后在这里说到 他大有荣耀和威严 要充满在这地 为真理 谦卑 公义 赫然 坐持前往 我不得胜 所以神他的做法 就是在每一个地方 社会的 每一个层面 他现在 甚至是现在 他就在运作 就在这样子的来 预备 当他来的时候 他会来成就 完完全全的成就 神他将要做的 他就是来做这个谦卑 要来遮盖 要来充满在这全地 我当然很高兴 现在看见美国有这样子的改变 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 美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神的计划 要让他成为伟大 因为神他的谦卑 要坐在我们当中 他的眼 定睛在教会身上 因为教会的肢体 将要来带领 列果 神要来练进 他的教会 带下这个 全球性的 灵魂收割 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 他这里说到 那温柔的人 有福乐 在这一世代 温柔的人有福乐 因为在将来 他们要承受地图 他们要来 长王权 而不是 说到在人的眼中 有极大的 影响力 乃是你现在 在这世代里面 你是在谦卑里面 温柔里面 都是在将来 你会来承受地图 当然不是全部都是 讲到将来 可是呢 这个讲你现在 也会有这样子的 承受地图 可是至终 完全的 应验是在将来 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 我领受了这样的一个 启示性的话语 我在我的一生里面 有好几次这样子的经历 那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醒来 来宣告 一句话 我不是在做梦 我就是一醒来 我就宣告 说到神的 说到这个谦卑 就是一个磁铁 在吸引神的恩宠 那天 我这样子 醒来 就这样宣告的时候 我的太太就醒来 说谢谢你 那我就在想 这到底是什么呢 神的灵 那时候在我的身上 但我是对我太太说 可是我觉得 这不只是如此 这里说到谦卑 就是一个磁铁 磁铁 在吸引神的恩宠 那在我四十几年里面 大概有这个三四次 这样的经历 但我在宣告这句话 说神的灵 强大的灵到我身上 那同时 谦卑也是在 传达神的种美 所以也许你不完全的 来体会 可是神却因着你的谦卑 祂被你吸引 被你触动 神 祂是 因被我们的谦卑 来吸引着 雅各 他说到神赐更多的恩典 给那谦卑的人 祂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能够得着救恩 可是呢 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恩典 而且是一个倍增的恩典 更多的恩典 在信徒的身上 有另外一种恩典 不只是说到这个救恩 这个救恩赦免的恩典 大家都有的 可是在这里说到 是一个更多的恩典 更多的恩典 这一层就是给那谦卑的人 这个谦卑柔和 它吸引神 吸引神的恩典 我记得 在1984年的4月 我经历了这些的 这样子的超自然的经历 在一个星期六早上 我非常的清醒 准备要去祷告点 我想到那天我要做事 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听见一个像打雷一样 神的耳朵可听见的声音 这就是那一次 我听见 直接从神来的声音 是我醒着清醒的时候 不是在梦里面 是一个像打雷一样的声音 我那时候甚至没有办法 相信自己所听见的 他说 我有一个信息要给你 就好像从20里以外 同时又从我腹里面出来 就像这个大喇叭 对着我来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有一个信息给你 他说 你要打电话给Bob Jones 我说 天啊 然后我就 我他说 你听见了吗 他说 没有啊 我说 天啊 我听见了 这是那唯一一次 我听见 在清醒的时候 听见神的声音 都可以听见的声音 我就起来 这个声音这么的浩大 这么的有权柄 有能力 然后他还对我说 这是给你的 当他说到这个信息是给你 就是说到很个人化的 在我一生里面 我听见这样子的一个 可多可听见的声音 他对我说 你要打电话给Bob Jones 就很特别的 就是在我还没打给他的时候 他就先打给我了 他说 Hello Mike 我从神那边听见说 我给你 我要一个信息要给你 我说 我知道 我说 不是不是不是 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很重要 神告诉我 谦卑 就是他要来强调 而且要在列国里面 所来做的事 说到约瑟的 就说到 不论你在做什么事情 你要传讲 你要提倡 谦卑 你要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服事里面 要抵挡骄傲 因为这就是神所做的 也许人并不会来在乎 来喜欢你所做 可是你要坚持 你要坚持 这是神将来 所要强调的事 然后讲一下的一点 马太福音24章 耶稣在述说 关于他回来的那个时代 说到许多人 比跌倒 冒犯 不是一点 或是少 而是许多人 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 我觉得有可能 他们会彼此的陷害 彼此的厌恶 甚至朋友跟朋友之间 会厌彼此的厌恶 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 分裂 看见了双方有极大的厌恶 很多的愤怒在 还有厌恶 苦毒 冒犯 在这其中 圣经在这里也说到 爱会冷淡 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环境里面 神要兴起一个 得胜的教会 是充满了谦卑 神说我要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 就是要让你来操练你的爱 还有谦卑的肌肉 好让你能够强大 当撒旦要来腿坏的时候 神要来建造教会 所以当我们要做的时候 就是要来明白 而不是说哪一个人 更多的左或更多的右 这不是真正的问题 不是说谁更加的与神对齐 真正的问题 就是谁在谦卑里面成长 神在这里 就是所说的 也是对我们现在所说的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而且是确定的 在启示录十九章 在这里说到 幸福必自己预备好 他一定会自己预备好 他的正义 他的行为 他现在是穿戴着 他的谦卑 穿戴着他的行为 按照他在这地上 他怎么样的 在柔和谦卑里面来回应 这里有个问题 所罗门他问了 这样一个问题 真言的作者 说到财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一个好的答案 就是耶稣 他会得着一个好的幸福 那虽然这个经文 不是讲到这一个 可是我要 引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来说 耶稣他必会得着 因为这里说到 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他开口就发智慧 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我可以用这一段经文 来对妇女说话 说到神要 你们的口中 有仁慈的法则 不只是在讲台上 只是任何时候 当然我们每个人 任何时候做到的时候 是很困难 可是我们重新 跌倒了再重新的 来定义 要来这样子的 口中说出 仁慈的法则 那同样对男生 对地乡来说 神也是一样 要在他们的舌头上 有仁慈的法则 因为神所预备的心腹 叫在他的口中 有仁慈的法则 到底神 他在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在英文讲义上 还有很多经文 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 到底 现在我们问这样的 问题 神他在做什么呢 复兴 在教会里头的复兴 美国来恢复 一个国家的 这个丰盛 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很喜欢美国 我用美国围号 我也为美国祷告 我愿意来竭力 努力 看见我们的国家复兴 我甚至要看见 我们的国家 在极大的谦卑里面 按照神的方法 按照神的谦卑 所以我是 这一方面 我是愿意为美国祷告 为美国努力 可是在神的心中 并不是这个 他心中所在乎的 就是教会 说到一个开心的美国 或者说到一个经济上 膨胀的一个美国 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一个 没有那么 一个更好的律法 更少的 更少的这个 暴力 这不是神心中最重要的 当然我愿意来投票 我愿意来努力 我愿意来劳苦 可是这不是我最重要看见 最重要看见 也是神心中最重要的 就是教会的复兴 你说你有盼望 盼望什么呢 对将来的盼望 那他们呢 觉得他们的这个将来的盼望 就是让美国的军事强大 美国的经济昌盛 其实这是很不一样的 跟神心中所要的不一样 很多的信徒想到说 哦 真的不一样吗 难道不是说神的美善吗 那一个坚强的强大的军事 一个成长的经济 然后这样不是就可以带进 更好的这个装架 收割装架吗 可是我当然 我相信这两者同时可以进行 可是我知道 有一个是确定一定会的 就是神的教会一定会兴起 神的复兴一定会来到 我相信神的复兴来到 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 我相信是会在最大的困难 跟环境的敌对 也许那个时候 美国不会恢复成 我们所想象的美国 可是神的教会会在 这样子的一个 不容易的环境下 来进入神所预备的复兴 所以我相信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神的荣耀会充满在 每一个国家里面 充满在列国里面 让列国都能够 因着耶稣进入 他命定的荣耀里面 可是我现在在祷告 现在我们的这个回应 我们要怎么来回应 我相信神他在给教会 现在一个预备的季节 马太福音24章 刚刚所读的经文 所说到的这个冒犯厌恶 说到不法之事 这是最好的一个环境 让教会能够来成长 能够来成熟 我们必须要选择 正确的回应 基督徒必须要成为基督徒 不只是左派右派 乃是必须成为基督徒 我们要活出福音 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提摩太前书二章 这里说到我们要为到 执政掌权的祷告 为到我们的领袖祷告 来让到神的荣耀来触摸他 触摸他的家人 比特提摩太前书二章说到 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可以过着一个 一个安静静前的生活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明白 甚至从这个脸书上的 这个争议里面 能够脱离出来 能够更多的时间来祷告 来带祷 当神的百姓 对待这些 恋恶我们 愤怒的人 这些在提倡 提倡邪恶的人 当我们对待他们 用神的温柔谦卑来对待他们 虽然不认同他们所做 可是我们却爱他们 温柔谦卑待他们 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 现在我们所看见的 他们这个左派右派 对不起 刚刚这段 我听不太懂 他在讲的 好 神在说 我喜欢的是这些罪人 我想这个罪人 当我们想到 两千年前 耶稣所看见 那个坐在税吏上的 那个税吏 那个罪人 神爱那个罪人 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感觉 我们可以接受 可是现在当你看见 电视机荧幕上 新闻荧幕上的 那个罪人 甚至那些 做不法 就是那些罪人 神说我爱罪人 我来寻找罪人 就是同样 两千年前的 坐在税吏上的罪人 是一样的 耶稣同样的看法 来看他们 神说我爱这些税吏 我爱这些税吏 他们都是罪人 虽然他们是 在你的文化里面 这个说谎的 是压榨人的 可是我爱他们 所以我告诉你 神现在在美国 祂要什么呢 祂要什么呢 祂要一个 完全尾声 疯狂尾声的 来祷告的一个教会 希望我们 我希望我们能够有 一个人 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我们大家都做一样的事 神要的是一个 神要的是一个尾声 祷告的教会 大家废大家庭 大家庭在美国 不只是在这里 是在整个美国 所以我现在要用夸大的方式 来告诉你们 从你的脸书上的这些争论 你不要再去回应这些争论 你要到祷告室里面去祷告 我当然不是要求你们 不允许你们上脸书 那是告诉你们 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来做 神国所要做的事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里面充满了盼望 我也预备好要来回应 所以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跟神说 神啊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们说是的 我们说是的 我们愿意 我们要学习 从你学习那谦卑的恶 我现在要邀请你们 神把他的手 放在你的心里面 不是指着你的配偶 那是指你 神的守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心上 神要你来学习谦卑 神愿意来教你 我也要你去教别人 也要你去分子 所以当你得到谦卑的时候 你的家庭会更强壮 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也会用不一样的方法 来看待他们的一生 不会是埋怨 不是苦度 他们也会用你的方法 谦卑的方法 以致他们将来 他们的婚姻 他们的家庭 也会是非常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将来 神在神的国里面 所要做的事情 当神放他的手 在你的心上的时候 他就是真的是在 专注在你 对你说话 你可以到前面来回应 你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为你祷告 神啊 我们说是的 我们愿意 我们喜悦 你的领导 你可以非常荣美的神 你的口中满有恩典 神里是那最众美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